今天我们徒步探访了阿尔碧玉灯塔 从小镇摩莱拉开车走跟森森拉二公路 大于半小时 公园入口有免费停车场 通往灯塔的路平坎安全往返5公里 沿途既能欣赏美丽风景 又可以锻炼身体 一举两得 公园位于白色海岸线的阿尔碧玉小镇 整个公园被原始的松林覆盖 又有三体挺入地中海 洋海形成了高达三百米的悬崖 三海人会美不胜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远处的巨石就是白色海岸的标志 远处的巨石就是白色海岸的标志 巨石是欧洲攀岩爱好者必定要挑战的经典路线 1960年从山脚下到灯塔 铺装到2.5公里的水平路面 现在这条观光路可以骑自行车前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海水冲刷山子 形成小小的海湾 湾内微风和煦 暖炎高照 一只小船或轻盈行进或细毛荡压 人们或海调或游泳或者干脆晒着太阳 富足 勇敢 平静的生活 托满海域 海拉达对应中文的意思是霜 一方面表示海拉达山脉偏冷的气候 同时更形容丰富的湿云矿石 在月光下发出万千冷光点的景色 1855年 有个叫安东尼的工程师 开始修建了这个高达四米的流氓塔 海盗来抢劫时 用来发出警报 直到1863年4月30日 首次点亮了航雕灯 指引着成百上千条船的方向 2011年 重新修了灯塔 建立了艺术展览馆 灯塔作为阿尔法斯的电影节奖项标志 每年的7月再次举行电影活动 by bwd6 您掌握手